一张收据搜包包让病患觉得好像被当成贼一样 张华一鸣郭小姐21号出车祸 觉得眼睛有异物感到医院挂急诊 不过因为晚上没有眼科医师 急诊室就建议她到其他的医院去就诊 郭小姐控诉说她要退挂的时候 明明没有拿到收据 但护理师却认为是她弄丢的 要求搜包包确认 气得表示如果因此延误了她就医的时间该怎么办 对此院方表示只是善意提醒 没有怀疑病患 郭小姐当天出车祸 眼睛有异物感到医院挂急诊 却因为一张收据 让她感觉被人当成是小偷 卫台跟我说可以拿身份证 那我们这边也会退备给你 当下我们比较紧急的出事 所以没有带身份证 她说那我下次再来 要走的时候 有个护士就跑出来说 就要求我们给她看包包 叫我们给她看口袋 当时因为已经是晚上了 没有眼科医师 急诊室建议她 她到其他的医院就诊 却在退卦时找不到收据 郭小姐说柜台没有给她 护士说有 双方为了找收据 花了半小时还是没找到 她有帮我朋友的 因为她觉得说我是放在我朋友那里 心里非常的不舒服 因为属于是偷窃行为 才会需要检查到人家的包包 我们今天是受伤才到医院去 郭小姐不满 要是因此延误就医 该算谁的 也认为被人当贼 感受不好 对此医院发声明澄清 表示护士为了避免郭小姐 躲跑一趟 才会询问是否可以翻看包包 而且是要郭小姐自己查看 并非是护士动手搜查 只是善意提醒 并非执意病患 到底收据当时有没有给 双方各说各话 谁是谁非 形成一场罗生门 这代入帽中华报道